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品 药物 化妆品 医疗设备等产品 需获得FDA核准或认证才可以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 获得FDA的批准不仅仅是作为进入美国的通行证 也意味着产品的品质受到严格把关 但FDA核准就代表万无一失吗 举例来说 上市近40年的经典味药 雷尼提丁 在前两年 也就是2020年 就发现说 会因为存放条件的不同 导致成分中的自癌物含量超标 于是随之下架了 大家原本都吃得好开心 吃了好几年 后期才发现有问题甚至是下架 而这也不是FDA批准后又下架的首例了 减肥药落美停 减重这件事想必是很多人一生的课题 有些人会透过吃减肥药来达到目标 但是吃减肥药这件事是一个健康的减重方法吗 减肥药落美停1997年获得FDA批准 随即风行全球70余国 前几年在台湾的声望如日冬天 曾经一个月卖出7000盒 还一对成为减肥市场中的明星药 可是万万没想到 许多消费者在服用落美停后 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更有研究报告指出 服用落美停患者出现心脏病发 中风等疾病的比例 比胃服用的最造主明显增加许多 2010年美国FDA宣布 该药品的厂商大培公司 志愿将落美停退出市场 随后台湾也下架了 与落美停相关的成分的药品 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仅是减肥药 规整型注射的填充产品 也发生过类似状况 填充物 澳美定 美国FDA核准又取消的药品 虽然不多 但也不算罕见 中国的CFDA也有翻车的例子 最有名且影响最广 莫过于当年红极一时的人造脂肪 澳美定了 翻译至英伦 狗梅精造 一直是神奇的凝胶 用来取代脂肪 以造福一些脂肪萎缩的人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就有介绍过 澳美定的特性及注射后的不良案例 早期的时候 澳美定通过当时中国国家食药监局 SFDA现整合成为CFDA的批文核准 合法上市后 短短时间便成为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填充产品 在当时澳美定还被广泛使用在丰胸上 但好景不长 政府就发现有越来越多注射过澳美定的求美者 纷纷发生不良反应 除此之外 临床研究还只说 澳美定会引起各种并发症 包括乳腺节节肿块 局部疼痛肿脏等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也将澳美定 列为可疑致癌物之一 终于在2006年全面的禁用了 那么那些曾经注射过澳美定的人 后来怎么了呢 有的伤口感染反复溃烂 有的一味变形 我想当时注射于人体的不只有澳美定而已 还有痛苦的开端吧 求助医美除了慎选填充物的种类之外 填充物的品牌也需格外留意 填充物 Elyvis 昆尿酸 Elyvis 昆尿酸 于2006年获FDA批准上市 终于讲到了一个在21世纪才上市的产品了 前面介绍的都是20世纪就开始的呢 没事不仅世纪不同之外 他目前也还没遭到下架 值得注意的是 要和大家分享注射这款 玻尿酸中三个蜡眼球的案例 根据2010年5月 范黛克医师等人在临床与美容皮肤医学杂志 大表的一篇注射玻尿酸产生严重的反应 第一位求美者在鼻唇沟和墨纹注射32天后 所出现的状况无图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中下面部有节节发红的问题 而第二位求美者也是注射玻尿酸在鼻唇沟和墨纹 总共有三张照片 分别是注射前后的变化 以及最后使用玻尿酸降解酶治疗 可以明显看到 最后用降解酶来救红斑才消退养 最后一个案例虽然是低小数的照片 但也不难看出 此位求美者嘴巴肿起来的问题吧 你要知道的是 三位求美者以往注射他牌的菠尿酸 都未曾发生过这样的不良反应呢 以来问子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 那么叶斯朗和乔雅登 打过菠尿酸的人一定听过吧 前者是全球第一个获得美国FDA认证 及最早进入台湾市场的菠尿酸 后者是有着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菠尿酸口鞋 这两款知名的菠尿酸品牌 也有一些案例研究值得我们去留意 填充物瑞斯朗菠尿酸 根据吉斯兰佐尼医师等人在2006年4月 英国《皮肤病学》杂志发布一篇有关注射 瑞斯朗菠尿酸引起皮肤诱雅等百能党案例报告 一位41岁求美者使用瑞斯朗菠尿酸来治疗面部皱纹 注射后的效果令求美者及医生都很满意 但不幸的是 五周后注射过的部位却出现红斑节节等问题 最后医师使用抗收束和内部醇进行服务治疗 三个月后所有的节节才完全消失 填充物 乔尔登玻尿酸 根据利比亚医生等人在2017年4月 《皮肤外科》杂志发表一篇注射 前耳灯MyCross系列产品发生延迟性反应 MyCross系列也就是我们常听到 丰棉、Voluma、丰绿提、Volet、莫贝拉、博贝拉、 博贝拉、博贝拉、博贝拉、博润、博润、博润及丰绿 研究者就分别对Voluma和Volet进行人体皮肤斑天实验 三个月的观察下来 有一些皮肤发红和硬化的问题 尤其是Voluma更为明显 当然还有在更多的研究才能论断 无论如何 这就是提醒我们要保持敬畏态度 多跟专业医生讨论 当一个广为人知的产品被遭回下降 对民众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的 不仅对产品失去信心 严重的话还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了 所以大家要记得 通过认证这件事呢 也不代表就是万无一失了 多跟医生讨论 不要自己 Google就猛下决定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了 祝福你我走在坚持路上都能顺顺利利 有任何问题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